音乐五四三 马世芳制作主持 假如你是认真的乐迷 这里有很多厉害的歌 请你张开耳朵 准备收听音乐五四三 你还记得了吗 你还记得了吗 而我也不想再多说 那美丽的风光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其实我也有些害怕 知道你的尽快 有过了多少不起眼的日子 又迟了多少 是只无谓的漫漫 而寂寞的冬天 在肩膀里 你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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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冬季选机 那天来到现场的乐队 叫做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整整一年之后 他们再次来到 我们的录音室现场 而且他们在过去 这一年里面 交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专辑名称就是 刚才这首歌的标题 原谅我不明白你的悲伤 一年过去了 世界发生了很多事 这个团也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再次欢迎 那我懂你意思了 欢迎音乐五十三 回到我们的现场 来 谢谢 先跟听众朋友抱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你们是谁 你们在团里做什么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主唱修哲 修哲 好 欢迎你 修哲也是吉他手 大家好 我是Keybo手小Y 小Y 欢迎欢迎 上次你没有来 对 好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贝斯手小Y 小Y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是鼓手大豹 大豹 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去年拿下了 音乐推动者大奖的 最具潜力新人奖 然后获得了当时 音乐圈 叙叙多多前辈一致的好评 我记得那时候 修哲上去领奖的时候 一副很 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好像脚都要软了 你那时候是什么 什么什么状况啊 因为500 所以很紧张 是哦 对 非常非常紧张 后来你不是试着要翻唱他的歌吗 对啊对啊 最近最近 要有演出了 嗯 从 上一张专辑到 这一张专辑中间隔了 不止一年的时间吧 你们第一张做完应该是2011年 我没记错的话 嗯 嗯 呃 我们那个时候在听那我懂你意思了 第一张唱片的时候 大家的心情 大家 大家的总体感觉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屌的团 有极其强烈的特色 但是也有一些无法补救的缺点 在第一张专辑 聆听的时候 呃 但是我们会为 愿意为了那个极其强烈的特色 而 而 把我们所有的精神 投资在我们的未来上面 无法补救的缺点 好想知道 是什么 至少在制作面来说啦 录音制作这个环节上 呃 但在那之后 你们一路的往前走啊 中间曲曲折折的啊 终于又出了第二张唱片啊 这张唱片的 开工到完工到还花了多少时间 呃 嗯 录音是16 录音是16天 花了16天 录音 就是进录音室 整个做完 花了16天 对 嗯哼 那算是挺快的 嗯 不知道欸 就很敢 哦 你们第一张专辑花了多少时间做 第一张专辑哦 第一张专辑也蛮敢 可是那有偷懒啊 因为有就是 拿一些旧的东西 demo啊 或者是一些 重重补录一些什么 然后 那个 很多东西都是用做的 MIDI或什么的 嗯哼 然后就是 所以有些材料是在家里做好了 对对对 然后 再混一次 最后再把它混起来 哦哼 但这次这次 这次第二张专辑的整个 制作录音就跟上一张的经验 应该是蛮不一样了 嗯 嗯 呃 我们就从这张新专辑说起吧 呃 我想 这张专辑的开始 呃 首先是 有新团员的加入 然后 然后是你们跟 呃 新的团队合作 呃 我们应该从何说起呢 这张专辑 呃 呃 在制作上面 你们觉得有什么 呃 学到了什么 跟之前不太一样的事情吗 这张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呃 从头开始的专辑 嗯 就是从 完全没有东西到 开始有这个计划 嗯 然后这个计划 之后 再去 再去 去 准备说要怎么去实行它 嗯 对 嗯 然后 对 然后 再来就是 因为有公司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办法进录音室 嗯 这样 然后进录音室 大家都很紧张 嗯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真的进过录音室 所以这等于你们第一次 进到一个正常规格的录音室 从头到尾就做完一张完整的专辑 之前比较像是家庭手工DIY啦 对 然后到处 到处乱录 这样 嗯 到处找地方 到处找 之前是到处找地方录 对啊 比如说 教室啊 嗯 办公司啊 这张专辑是由自然卷琪哥帮你们做producer 是是是是 做了后期的婚姻 嗯 你们跟琪哥是怎么样认识的 就像是那个合集 因为那张合集 Srivers 冬季玄机 对 嗯 然后呢 是你们去找他还是他来找你们 还是有人中间促成这个合作 中间促成 中间促成 就是 嗯 因为公司认识 然后我们也认识 嗯 我们也只认识他的啊 所以 然后就 好啊 不然来试试看 是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哦 对 呵呵 我也没有认识其他人 嗯 嗯嗯嗯 听起来就像是第一次真枪实弹的要干 干出一张规格比较完整的作品 对对对 嗯音哑 所以 目前为止 这张专计出版到现在多久了 等三 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 嗯嗯 嗯 现在回头听觉得 感觉如何 这张唱片 是听到一些 当时还可以再做更好一点的部分 还是 听听觉得蛮爽的 我觉得我们还蛮屌的 就是 这个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至少在制作的程度上 我觉得已经超乎我们以前旧游的所有规格了 所以听完大概只觉得心情很差 为什么听完会心情很差 都是一些令人不高兴的歌 好啦我知道修哲是所有这些歌曲的创作人 但是所有的团员对这张专辑的贡献 我们应该要花点时间好好了解一下 大家都没出声啊 不要让修哲一个人说 来来来 我从去年这个时间到现在 过了整整一年 我想那我懂你意思的这个团 一路经历了这次录音室的洗礼 应该对团员之间彼此的化学变化 或者对舞台上的表现 又有一些不一样的促进或者是变化吧 你能不能说一说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因为录完音之后啊 大家的那个准度变比较好 准度 对就是原本就是大家感觉就是都没有很稳这样 那因为录音实在是需要非常咬合的那个 所以就是进去之后出来感觉 大家咬合度还蛮 就是进步蛮多的 对对对 咬合度 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脑真的太方便了 所以在录音室里面做音乐 我们很容易用电脑把所有不准的东西拉到对的位置上 或者可以把唱不准的音修到对的音 或者让有点失控的东西再把它调回来 可是我想在你们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的部分没有做这样的处理 就让它让它是歪斜的 或让它是散开的 或让它是失控的 我反而觉得这样特别好 对 但是就我跟许多音乐人聊专辑制作的经验 因为尤其是像我们这次第一次进录音室 正式的用正式规格做 经过那个监听喇叭听出来 很多缺点或者是 很多的不准的东西会特别放大会特别明显 那当初怎么去拿捏这个东西要留多少 或者要重新来过或者怎么样 有过这样的挣扎或这样的讨论吗 其实这就是制作人的圣识了 OK 有时候齐哥会觉得 比如说这一次大家就是一起 像比如说这首歌 然后他会觉得可能没有刚刚那么准 但是他觉得大家的情绪 有到他想要的预期 所以他觉得大家一起演奏的时候的情绪是 就是像是在台上的那样子 就是他虽然没那么工整 可是他可以带出那个歌曲的情绪 所以他反而会希望我们是 是可以大家一起录 然后不要就是全部都是修得很工整 酒店关门后 他就就这个就这个 对 嗯嗯嗯 好刚才那个太醉了这样 就这个这样 所以酒店关门后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这首歌 呃当初录音的时候是所有的团员一起来吗 对 所有的人一起来 同步 同步 包括Vocal也是同步 对对对 这首歌是我个人 2012年的年度歌曲之一 真的而且是第一次听到 我就觉得这太屌了 呃我非常非常喜欢在 居然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 能听到这样的一个录音 就是我觉得他是把一个 激临失控的状态记录下来 但是其实不是真的失控 因为真的失控就完了 就散了 对啊对啊 嗯所以当初录这首歌的时候 到底在录音室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真的把自己弄醉了吗 对 就大家都买酒啊 每个人都喝了 对 嗯 然后之前走了几遍 到录完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位置 我们只录了三个take 三次还是一次 好像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一次 第一次太清醒 第二次就这个 然后第三次太醉 就自己醉过头了 就这个失控了 杰克说这样接下来不行 就这个 偷进来了 我想我们就以这首歌来开始 跟我们今天开头放的那首歌风格非常不一样 但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首歌 酒店关门后 歌词灵感来自哪里 修泽跟我们交代一下 这 这 反正这是一首 一个小说叫做 酒店关门后 然后里面引用了一首歌 这样 嗯 但我在小说上看到那首歌 那首歌的作者本人 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 什么 戴夫 凤 凤 爱 克 这 凤 爱 克 呵呵呵呵呵 呃 马修史卡德系列 对对对对 是 劳伦斯普洛克的原作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都有著名在歌词里面 不过我们 现在听听看吧 酒店关门后 来自 那我懂你意思了 荒唐的歌唱和表演 每个人都知道 他总会寂寞 在酒店关门以后 所以我们赶掉 这最后一杯 尽每一个人的欢喜与哀愁 但愿是陪酒的倾导 等转到明天 酒店开门的时候 我问了个桥 跟走出酒店 一群被麻痹了身体 可恶者 每个人都知道 他必须问什么 每个人也都知道 他会是什么 所以我们赶掉 这最后一杯 让酒精发到 在全身一片一片 反正答案 一点都不重要 问题也就没有人会再提 我最后一的时候 还认为 我也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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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在这天的心碎 在明天又会自己复原 如果在出生的时候就喝醉了 或许我会或许我会忘掉所有烧焙 所以我们感觉在最后你被吞下的忧言也说不出口的一切 进那美丽的智慧的心 它知道何时该随 и 啊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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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于是我们要过了一夜 于是我们要过了一夜 我是马世芳 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十点播出 今天在我们录音师现场的是 那我懂你意思了 他们在去年发行了这张全新专辑 叫做原谅我不明白你的悲伤 我想在从去年年底发片到现在 陆陆续续出现在一些 台湾的关注独立音乐的朋友的年度 年度专辑的候选名单上面 常常可以看到这张唱片 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过去这两年里面是备受注目的名字 但是团圆中途也经过了一些变动 所以包括今天在录音师现场 有一年前还没加入的新朋友 好我们要让键盘手赵紫玉小姐 耶 说说看你是怎么会跟这些家伙 缴获在一起的 就是其实就是制作人齐哥介绍的 哦是齐哥介绍的 对对对 哦哦 所以之前之前你在 我之前 呃在大学的时候有玩 自己有玩一些创作团 然后就刚好就认识很多老师们 哦 对然后像 呃之前有弹过 佐水溪的那个水路大法会的演唱会 那我是第二kiple手 然后那个时候认识了淡老师 哦 对然后淡老师跟齐哥很好 所以就引荐过来 就是认识他们这样 啊跟佐水溪公社缴获过 那接下来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对 嗯哼 呃 在我们刚听到九首歌 酒店关门后 我们听到了那个 电风琴的雄音 非常的抢眼 你说说看当时录这个 这个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听起来那个Organ也蛮 很失控的 对 就是 嗯 我记得原本在练团的时候 那时候修哲就跟我说 嗯 这首歌你要很 就是很狂野 很放 然后他就叫我 就是 他一开始说 啊你就随便弹啊 你就自己即兴发挥这样 嗯 然后我就 一直没有变一个很确定 哦 对然后所以其实进入一次的时候 有一点紧张 想说 我还是很不确定的 不知道如何是好 嗯 然后后来就 不过问问看七哥 我就说那个 我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 我段落是弹什么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先 就是跟你讨论一下 是 然后七哥就是也是一样的 他就说 没有这首歌其实就是 他就认为我 我可以就是掌控的很好 嗯 他就说 那就直接来试吧 哦 然后就 我记得那时候录音的时候 我们大概还把灯都关掉 嗯 还把窗帘都拉起来 嗯 关超暗的 嗯 看不见那种 然后所以我就在黑暗中 就他说这一段 对 嗯哼 对 但是 就觉得其实 仔细听听觉得 还有些地方就 真的有点太疯狂了 不要太仔细听啦 不会啊 就是要这个疯狂的部分 才是最精彩的部分 嗯 我们这张专辑里面 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录下来 就是全部乐手一起 同时干的歌 是占大部分吗 还是说 没有没有 真的就是这一首 就只有这一首 OK 就是那时候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去 OK 明白明白 也不是啦 其实七哥也很想喝吧 他很想喝 去年 是你说 就是我们录的时候 他也在喝红酒 哦 把他喝成一团 对啊 到后来他也是 就是 点很红 不过 所以我说嘛 就是 怎么样在 濒临失控的状态之下 把 把那个状态捕捉下来 但是不能真的失控 到take 3的时候 就真的不行了 听起来是 好 去年这个时候 吉哥刚刚加入 那我懂你的意思了 过了一年的时间 你要不要回顧一下這一年來 跟這個團 當初加入的時候你的想像 有什麼意料之外的發現 還是怎麼樣 你要不要說一說 意料之外 應該是 意料之外是做了這張專輯 本來沒想到會做出這樣的一張唱片 對 怎麼說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在Lekas 遇到Landy Landy就聽了那個視聽帶 他就跟我說 欸幾個啊 我聽了 然後說這不是一張唱片 這是一張art 可以帶回家收藏了十幾年 說屁 沒有跟他誇張 每次講話這麼誇張 他那時候聽到的只是demo 就是應該是混完音 混完音之後的母片 對然後我就當他放屁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講話實在太誇張了 哦 然後後來我就是也拿到CD了 然後也沒有聽 嗯 然後過了一陣子吧 就 呃 因為晚上認真的把它一次聽到完 嗯 聽完之後我居然認同Landy的話 哈哈哈哈 嗯 很好 嗯 因為那個對啊 因為裡面就是 他在整張聽下來有一個強度在 嗯嗯 他是在訴說 每個年輕世代 的那種 社會化過程中的那種掙扎 嗯嗯 無論是哪一個世代哪一個時候 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嗯嗯 然後我明白他的話 他可以收起來十幾年 嗯 因為他不是一個流行樂 嗯嗯 他真的就可以收起來 他把一個 世代的 年輕跟社會化的掙扎 嗯 做一個很強的連結 嗯 你之前當面跟修哲說過這一段話嗎 之前陳品訪問的時候有講過 哦 還是我有跟你講過 有啊有 有我有講過 嗯嗯嗯嗯 我覺得這樣的觀察非常的非常的準確 我可以這麼說 呃 尤其是現在獨立音樂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聽了非常非常多的 你們這個世代 我我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真的比你們大一劫啊 的作品 在技術上面 呃 有很多團都各有各的特色跟厲害 但是在思想上 在意識的表達上面 有清楚自覺的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所以這是為什麼 那我懂你意思了 會馬上跳出來 當然你們在技術上面 有你們的獨到的地方 但是在 自我意識的概念上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 讓你們跟別人馬上顯得不一樣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嗯 我們在聽這張唱片的時候 我自己一路聽下去啊 從第一首一路往下聽 會發現 有一種從 黑夜到白天的那種過渡的感覺 前面有幾首真的還蠻 蠻迷爛的哦 像剛剛那個酒店關門後 然後 呃 但是到後面慢慢就會有 比方說不插電的編曲出來了 然後會有一些 呃 比較明亮一點的感情會跑出來 所以 這張專輯在整個 剛剛修澤有提到說 創作它是一個 從頭歸零再來過的東西 但裡面有蠻多不一樣的情感 呃 這些歌都是集中在一個 短時間裡面寫出來的嗎 還是說沒有 有一些是早一點的 有一些是晚一點的 嗯 哦 所以最早寫的歌是什麼 最早寫的歌是 最早寫的歌是 這個就有點 平凡的時間裡 平凡的時間裡 哦那是最早最早的歌 對 是我 然後類似在大學的時候 就寫了的歌 嗯 嗯 那順序下來 最最後面才寫完的歌 最後 最後面是原諒我不明白你的悲傷 哦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想到有這首歌 是我 我那時候在想這個專輯的計畫的時候 嗯 想到這個名字這樣 嗯嗯 然後就 有歌詞的靈感 嗯 然後才 最後才有這首歌 然後最後才把這首歌加進去 哦 是這樣子 嗯 專輯裡面有這麼一首歌叫做 你孤單的唱著歌 這個是什麼時候寫的 這個也是 也是 哦 這是大學畢業的那個時候 大學畢業時候寫的那個 嗯哼 嗯 這是專輯裡面 我們從這首歌我覺得可以聽得出來 呃 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四大劍的搖滾樂隊 呵呵 在編曲跟演出上面有一些蠻特別的想法 呃 我們先聽歌回頭來繼續跟他們聊 我已經了解 我把記憶收進書櫃 再把記憶翻出書櫃 停在你留下的空間 我孤單的唱著歌 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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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孤單的唱著 跟著默默向前 不停轉動的世界 而那些決定的意義 你想你已經了解 回憶還在夢裡表演 是微笑還是眼淚 走在我留下的時間 你孤單的唱著歌 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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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孤單的唱著歌 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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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孤單的唱著 孤單的唱著 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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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記憶收進書櫃 再把記憶翻出書櫃 停在你留下的空間 我不單的唱著歌 回憶還在夢裡表演 是微笑還是眼淚 總在我留下的時間 你孤單的唱著歌 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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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孤單的唱著歌 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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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FM98.198新闻台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轮实现场邀请到那我懂你意思了 这张新专辑叫做原谅我不明白你的悲伤 这是在2012年度较靠近年底的时候 台湾的创作音乐万片齐发的大狂潮之中 我个人认为一定要优先捞出来好好听一听的一张唱片 真的是狂潮哦 真的真的真的 好多好多新闻 因为那个乐团补助要结案了 所以必须要赶在年底之前 大家拼命的发片哦 但真的 不是因为你们来我才说客气话 这是我去年的个人年度专辑之一哦 谢谢谢谢 不用谢了 我们应该谢谢你们了 去年你们的演出有多少场有没有算过 不知道 我没有三十几 五十几 五十几场 这么多吗 对我那时候做的影片好像是五十三吧 还是五十六 五十三到五十 就是说反正每个礼拜都有一场以上 平均算起来 多半都是在什么样的场地 去年跑很多校园 跑校园 大登录 然后校园的话是在他们的活动中心礼堂之类的地方吗 还是 对对对 那是你们自己演还是跟其他很多团一起 多半的情况 大登录啊 大登录就是有一个 跟那个对对对 有一系列的团 一组人 所以 平均每一场的观众人数大概 大概是什么状况 满坑满谷 因为有那个 热狗 张正月 张正月 我真的很多 是是是 然后我们后面可能又还会有什么 Echo Echo啊 然后那个人就多了 是是是 所以去年也算是你们 在舞台上面 磨练的一年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经历了一些之前比较没有机会经历的场景 嗯 你们自己觉得现在舞台上的状态 跟一年前比起来 或跟两年前比起来 有什么不太一样 比较准了 刚才有提到比较准了 哈哈哈 是 心理素质比较好一点 心理素质 怎么说呢 我个人 刚开始的时候 心理素质 就是很容易分心 分心 对 会被什么分散注意力 嗯 通常就是 还吓一吓妞 看不到啦 太暗了 哈哈哈 就是我会 譬如我上次这个地方弹错 然后唱不得到的时候 我就想这一次不会弹 不能弹错 然后就错 然后就 对都一直这样 就是上次骑车在这边雷残 下一次又再摔一次 到那边会 恍生一下 哦 后来就 录音之后就 比较专注一点在台上 哦 比较专注一点 就 好很多 哦 OK 这还不错啊 但是在台上会享受那个状态 还是会紧张 现在 不太会管下面 就是 专注 专注很重要 嗯哼 那 其他几位要不要说一下 你们这一年这个阵容 才是正式开始 一起在舞台上面缴获的这一年 啊 对啊 大家觉得呢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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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啊现在想感想还有一点 就是 可能因为去年还有一点静 所以就是会 回想去年就 啊 啊 啊 这样 好那去年先不说 有一段日子 就是因为有一段日子很 很混乱 哦 就是又又 表演又很多 然后 然后又卡 卡 录专辑 对 然后 因为录专辑的歌很多是不插电或是不一样的版本 我想起来还是有一点 一团混乱 心有余悸 然后 张专辑到 录完之后又是另外一团混乱 就是设计那边又有 又有什么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 然后 人又消失或怎么样 人又消失 你说设计的人消失 哈哈哈 等一下你们不是已经签了公司会照顾你们吗 不是因为因为刚刚设计是我 他朋友 是你朋友 那就不能怪人家了 对 我不能怪人家 所以我很焦虑 是 所以就是 然后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点 嗯 心有余悸 对 对 对 就是 所以有时候感想 我 ok 所以现在还没有离开那个 一团乱的阴影之中 心有余悸 对啊 嗯 好 去年的事情 一团混乱 但今年接着往下走啊 还有很多事情陆续要发生 谢谢 是 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2013年 接下来会会 还会持续有那么密集的演出吗 有 有 有 嗯 嗯 嗯 好 持续啊 持续的持续 我就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 没关系 眼前马上要发生的演出 先跟我们讲一下 好的 就是 我们 三月 呃 三号 诶 其实就是三号 那就是明天礼拜天嘛 对 对 对 会在 会在 正在发生的那个大港开唱 OK 大港开唱 好 假如你在台北听这个节目的话 哈哈哈哈 下礼拜 明天冲一下 哈哈哈哈 呃 然后 再来是 接下来还会 下来还会有继续成品的巡回 成品的巡回 你们成品的巡回的鞭支就是不插电的方式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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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在天母 嗯嗯嗯嗯 成品 嗯嗯嗯嗯 然后接着 接着 接着 接着是什么 我觉得要查一下 接下来就往中南部继续往下走了 接着是3月9号晚上的返河 对 3月9号有返河大游行 返河大游行请大家一定要去返河一下 在这边呼吁一下 不管你只要是在台湾 你只要在台湾本岛上面 不管你在北部中部南部还是东部 都有地方可以去参加 3月9号返河大游行 大家要一起上街 我们街头见不见不散 我之前才写的嘛 就是上街有没有用我不知道 但不上街一定没有用 好 我们再听一首 那我懂你意思了 这张专辑里面不插电的曲子 这首歌叫《平凡的时间里》 刚才修泽说 这是专辑里面最早写好的歌 这也是一个不插电的编曲 而且里面有很甜美的女生合唱 好 我会称呼这样 这张专辑里面几首不插电编曲的歌 为《暗黑小清新》 我们先听听这首歌 回头来 那我懂你意思了 要在我们的录音室 来一个现场的演唱会 请你千万不要转台 我的视线 总是害怕闭上眼 不敢面对的黑 用力地呼吸 新的空气 听新的声音 用力地调整我的心 我是我 我是我 你是你 我是我你是你 在这里 日复一日 平凡的时间里 眼前的风景 迷离的好像 你不是你 灰色的记忆不再延续 也许会渐渐变弃 Zither Harp 连线的星星啊 请传递我的声音 说我在这里 说我在这里 日复一日 平凡的时间里 说我很想念啊 很想念啊 虽然你不能陪在 平凡的星啊 说我在这里 在这里 是你 说我在这里 是你 在这里 是你 说我在这里 是你 在这里 是你 是你 在这里 是你 在这里 在这里 是你 是你 在这里 回到FM98.198新闻台 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晚上 十点播出 今天在我们录音室现场 邀请到的是 那我懂你意思了 他们带着新专辑 原谅我不明白你的悲伤 还有所有的团员 都各自带了他们的给息 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在准备要来一场 不插电版本的空中演唱会 因为不插电 所以今天 我们有一些编制上面的调整 我们先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说说他们手上的乐器 是干什么的好的 来来来 一个个来吧 谁要先 耶 这是木吉他 我是修泽 修泽 手材木吉他 好 耶 我是小歪 这是口风琴 小歪今天谈这把 口风琴 我刚刚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他用口风琴 吹那个smoke on the water 还蛮屌的 呜 呜 你们被听到了 呜 好 呜 口风琴 由小歪刚刚 好 咦 这个是口琴的声音 口琴是 咦 这个是我们在中学口琴社会看到的那种口琴耶 对啊 嗯 好 口琴手 今天的口琴手是谁呢 今天基 今天基哥要负责吹口琴喔 今天贝斯放在家里 当然啦 打击乐器 耶 我是大豹 大豹 这个是金贝 金贝 好 所以我们今天会用这个金贝这个手鼓啊 加上口琴木吉他还有口风琴的编制 那我懂你意思了 会来一场不插电版本的空中演唱会 今天刚在排练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调音啊 那刚听他们就这么顺下来 觉得还蛮澎湃的 还蛮不赖的 所以我也蛮期待今天这个 不一样的编制会 听到什么样不一样的状态 今天第一首歌要唱什么呢 休泽给我们介绍一下 一夜那个一首歌叫做很幼稚吗 很幼稚吗 是新专辑里面的歌 对 这首歌是什么状况之下写出来的 什么状况之下吗 他就是 就是 一种 我在回想我自己长大的过程 就是 我觉得我都是一种 不管是在玩团还是做什么事情 都是 需要有钱 前方要有一个 就是在光芒中要有一个背影 光芒中要有一个背影 对就是 我要对着那个光芒中的背影 我才能继续往前走的那种感觉 是说 一个前面的 是一个前行者的背影吗 对 我就是需要一个 比如说英雄 一个role model 对 比如说玩团就是会需要一个 有一个英雄他在前面 这样 所以你玩团跟写歌 前面那个背影是谁 我可以保密吗 你当然可以保密啊 这首歌的 就是 我的想象就是 就是 就是 有这个背影 但是如果 如果这个背 我 就是 就是 可能会感受到这个背影的消失 就是 如果他不在了 我 我 我的 我会有多 多落寞 藏狂无助 对 对 大概是这种心情 嗯 但是一旦那个 背影消失了 可能也就是 你必须要 逼自己长大跟成熟的时候 对 就是面对自己 嗯 所以这首歌是在那个 是在 发现背影消失了的时候 写的歌吗 还是 担心那天将要来临的时候 写的歌 其实各有一些 就是 实际上的情况 不是 不是这么单纯的 对 实际上的情况可能是 发现那个跟想象的不一样 或是 有点像又有点不一样 OK 等等 就是没有 没有这么单纯 那这个就是把自己 变 把自己的心情 变得比较 比较 小 年纪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的想法 明白明白 就是比较单纯 是是 我记得 我记得 有智慧的前辈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个是梦想无法实践 另外一个是梦想真的实现了 哈哈哈 我们来听听看 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 news酒吧录音室里面 现场 一部插电的编制 演出这首歌 很幼稚吗 我们把现场交给你们了 谢谢 谢谢 那些我曾经明白的梦想 那些我还不能了解的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的话 1,2,3,4,4,4,5,5,2,4,5,6,2,4,3,4 你说你说的话 模仿你的忧伤 想着这时候 你又会怎么做怎么想 读你读的书 梦想你的梦想 还不懂昨天 有什么好牵挂 我知道 我是我你终究是你 我知道 只是还没那么坚强 那些我曾经明白的梦想 那些我还不能了解的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而我还在你离开的地方 唱着我还不能了解的话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而我也只能这么做 走吧 露音在心里的又该怎么成熟他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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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你终究是你 我知道 只是还没那么坚强 那些我曾经明白的梦想 那些我还不能了解的话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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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你离开的地方 唱着我还不能了解的话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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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总会过去的吧 美好真的会留下吗 我无知到 我无知到 是不是总有一天 那些我曾经明白的梦想 那些我还不能了解的话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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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你离开的地方 唱着我还不能了解的话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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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能了解的话 じつ啥 到して 你 你知道吗 你 你 知道吗 路 ள 你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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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能这么唱 你 走吧 好 我們的現場 欸 第一首歌就把力氣都花光了 這樣可不行啊 我們還要繼續下去喔 好 我們讓休澤喘口氣 呵呵呵 好 呵呵 好 下面接下來要唱什麼呢 喔 接下來就是 就是 就是 呃 這一張專輯的 就是同名 歌曲 嗯哼 叫做 原諒我不明白你的悲傷 這首歌是什麼時候寫的 嗯 就是 企劃這張專輯的 就是有企劃這個名字之後 對 你剛剛說最早還沒想到會有這樣一首歌 對對對 那個時候 所以是先有了題目才有了歌 是這意思嗎 嗯 就是忽然 想 到一些東西 嗯嗯 那這首歌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模模糊糊好像有一個對象喔 模模糊糊好像有一個對象 對啊 一個模模糊糊的對象 呵呵呵 我在聽這首歌的時候就在想 哎呀 怎麼 這麼早就有一種 這麼早就有一種 蒼老的感覺了 啊 你看 呵呵 不好意思 疲 疲倦而蒼老的感覺 但 但是也還好 因為它後面也不都是那麼 後面還是有一點點 有 還不是有一點點啦 它有一個比較溫暖的或者比較明亮的 尾巴吧 可以這麼說嗎 尾巴是什麼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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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好啦 感傷這樣就夠了 還需要一些面對面 尾巴 尾巴 哦 OK 是嗎 還是我誤會了 其實不是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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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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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總是 總是 不想要 就是 那麼 那麼 因為 你知道 就是 人生就是 不是啦 就是 哎 就你知道明天 明天總是 還是會來的 這樣 總是這樣 嗯嗯嗯 原諒我 不明白你的悲傷 這到底是一首 自願自愛的歌呢 還是一首給自己打氣的歌呢 是一首告別過去的歌 還是一首眷戀過去的歌呢 呃 通常這種時候 作者是不會給我們標準答案的 我們聽聽看 自己你來決定好了 我們把現場交給 那我 懂你 意思了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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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要我 hammam裡面的心 混乾淨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其實我也有些害怕 知道你的近況 怎麼這世界 好像越來越陌生了 我知道我不該定下腳步 對你記得我承諾過 又過了多少不惜眼的日子 又吃了多少實質無畏的晚餐 而寂寞的冬天人下著雨 夜晚的城市也依舊孤單 也不是非要懷念什麼吧 只是一世的歲月 有一些感傷 那些還來不及說再見的 會再見吧 夜晚的曝光 曲 《南蛯》 怎麼這世界 好像 越來越陌生了 我知道我不该停下脚步 对你记得我承诺过 又过了多少不起眼的日子 又吃了多少失智无畏的环藏 而寂寞的冬天人下着雨 夜晚的城市也依旧孤单 也不是非要改变什么吧 只是一时的岁月有一些感伤 那些还来不及说再见的 原谅我不明白你的悲伤 我知道感伤这样就够了 还需要一些面对明天的力量 那些还来不及说再见的 会再见吧 我知道我不该停下脚步 对你记得我承诺过 刚才听到的是 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酒吧新闻台现场演唱的歌 原谅我不明白你的悲伤 我们在这段节目还有点时间 还可以再唱一首歌 还可以再唱哟 好那就是就是一直一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听完这张专辑呢 就是想要就是稍微改变一下心情这样 不然大家会太难过 因为我自己听完这张专辑觉得很难过这样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有一个就是正向的心情 迎接迎接明天这样对 所以我们就是带一首非常正向的歌 然后谢谢大家这样 这首歌叫做 好像唱完节目就要收播了 没有啦我们还没啦 我们后面还有两段不要那么急 不过我们先介绍他这个歌好了 这首歌叫做 该说再见的朋友们 这是在 我记得这是你之前写给离开的团圆的一首歌 对也是啦 对而且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计划 对啊那个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闷糟很赞巴的人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计划说就是我写了一封信给王腾毅 然后就是那个那个贝斯手 然后写一封信给他然后上面有网址跟密码可以下载到这首歌 然后我就把这封信寄给所有所有想要收到这封信的人 是是是 然后并且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寄信给王腾毅或是回信给我们 就是都可以都可以寄信过来这样 然后我们就收到了很多很好很好玩的东西 是是我昨天刚好遇到了这张专辑的气泉统筹陆军萍小姐 她说那个有好几百张这个信的手工业都是她在做的 对对对 她说这是她见过最卢的独立乐团的计划 她居然这么说 可恶 她还信誓旦旦的说 我很会做这些东西 她是真的很会做 她真的很会做 然后没关系你交给我就好 是是 而且 你居然说是最卢的 而且她还代收了不少这个信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计划 听说这个你们会每一年会有一些 不属于专辑发行的一些小的计划 叫做骚动是不是 对对对 今年还会继续往下做 对是希望啊 对啊 因为很好玩 好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修哲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比较 比较阳光的歌吗 可以这么说 对对 好 比较正面 比较正面的歌 该说再见了 朋友们 现场交给 那我懂你意思了 好 好 我 伴们 快 背好 你的心 是时候 我们往前 走吧 把这美丽的一切 都深深刻在心里吧 我们没有太多力气回头感伤 我们要偷也不会的离开 我们要偷也不会的离开 我知道前方有大风大浪 许多痛苦和悲伤 也所以梦想才会被叫做梦想 亲爱的爸爸 亲爱的妈妈 我的爱和我的家 我知道 我将永远不孤单 亲爱的你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道别 我相信 你一定会了解 我知道 我将面对许多寂寞的夜晚 我知道 我心里的不安和害怕 虽然不能阻止眼泪流下 虽然还有些逼忘 但已经道别 就不能再回头看 我们要偷也不会的离开 我们要偷也不会的离开 我知道 我知道 前方有大风大浪 许多痛苦和悲伤 也所以梦想才会被叫做梦想 我们想 我们也会被叫做梦想 我们要偷也不会的离开 我们要偷也不会的离开 我知道前方有大风大浪 许多痛苦和悲伤 也所以梦想才会被叫做梦想 也所以梦想才会被叫做 梦想 那我懂你意思了 他们还在继续的巡回演出 所以有兴趣要追新的听众朋友 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脸书粉丝团对吧 对 只要输入那我懂你意思了 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粉丝页面 然后上面就会公布所有的行程啊 还有一些团圆最近的心情故事之类的 大家都会轮流上去发言 新专辑发表之后到现在 已经过了两三个月 你们有从 不管是听众那边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音乐圈的朋友那边 听到什么有趣的反应吗 这就请 谁要先说 鸡哥要先说吗 还是大爆要说说 不然鸡哥先好了 好呀 我 诶 评价 不好意思 有什么关系 都是好的评价 那当然哦 这是要好唱片嘛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那有什么 你自己都没想到的那种 我上上上礼拜 KKBOX看到那个 云平老师写的 哦 叶云平 对 那个我觉得写得很好 真的吗 就是 很大的琢磨都是在酒店关门后 嗯哼 对 对 我跟他都认为那是 年度单曲之选 对啊 我觉得那写得很好 嗯 所以要 他讲到什么 你还记得吗 呃 我记得啊 关键词就是 呃 怎么说 就是 有那种情绪 但是 没有 跳出那个轨迹 然后就在那个 醉与 虚与时之间 游走 拿捏得很好 是 我就说嘛 这就是控制之下的失控状态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呃 其实在做完这张唱片之后 应该是 我感觉上应该是把 这这几年 一路的累积 把它整个做一次 算是总验收吧 应该可以这样讲 而且也算是第一次用比较正规的方式 去进录音室 一个歌把做完 哦 经过录音室的磨练 我觉得 我常在讲 呃 做唱片最难的是 怎么样又要顾及 呃 录音的精确 但是又要留下 现场演出的 爆发力 哦 不是中间的哪年 我想自然卷 齐哥在 做你们的制作人 跟后期 的很多处理上面 也应该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嗯 而且我想他的想法是 是 是从头到尾蛮清楚的 什么时候他留着不要碰 什么时候他要稍微去 去做一下 但是回头过来看 诶 哪一首歌的 那个过程 你们觉得最难啊 一直撞墙的 平凡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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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为什么 这首歌为什么特别难 就是 第一个是 我是木吉他 哦 再来是他 就是我们是不插电的setting 对对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呢 大家都要唱歌 哦 大家都唱很多歌 哦 嗯 所以 本来大家没有想到 自己要唱那么多歌 是这个意思吗 呵呵呵 就好像就是和声 大家都很辛苦的练 哦哦哦 所以是在唱的部分 比较累一点 嗯哼 然后 因为刚好那拍子又比较跳 哦 就是 就是 登登 大 登 大 登 大 登 就很多切分跟反拍 然后 是 大家就是 就像奇哥说的 就是 大家可以照着拍子弹好 可是 那个groove就不见了 是 所以他就要大家在 就是 最佳状态 就一直重来重来讲 就是练到 弄到要吐了 是 一定还是会剪啦 不可能不剪啦 嗯哼哼哼 但是要保留那个律动感嘛 是 不然那个东西越剪就越不见了 就是 对啊 然后就弄到 弄到很 很难 很难弄 结局论来说还不错啦 对 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 歌曲成型的过程里面 尤其这张专辑只花了16天 就整张把它干完了 所以 现在之前在 排练的阶段 整个歌的形状都已经 大致底定了嘛 对不对 所以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是修哲写好一个demo 丢出来大家听 然后 还是 还是说 比方说修哲你在写歌的时候 你已经想好了 要每一个part 要怎么走吗 还是说 丢出来大家看着办 我一定会先想一个 那个啦 然后再来 跟大家讨论说 这样好不好 或者怎么样 然后有 对啊 很多歌其实都已经 就是会 就已经陆续整理出来了 然后 最后再密集的 练它 这样 对 就是对啊 然后就看大家有没有意见 讨论怎么样 比较好 也会给齐哥听听看 然后怎么样 这样 所以修哲是一个 是一个意志坚决 而且不容挑战的 你就要问其他人 我不方便回答 还是怎么样 你们各自眼里 你是什么样的角色 跟你们说一说 一个团的化学变化 其实蛮有趣的耶 那个组合 就是好的团员 不一定是最好的朋友啊 有时候彼此 散场之后 就谁也不要见面啊 或者在后台会打架 可是上了台就超厉害的 但也有像一个家庭一样 大家感情都很好的啊 我们应该不太像是那样吧 不太像哪样 我们大家忽然露出尴尬的表情 好 我们来说说这个 对啊 音乐每个人都有贡献嘛 所以你们 你们那个想法怎么样 最后会整成我们现在听到的东西 以我鼓的方面好了 好 其实都是配合成修者 OK 他会告诉你 我要你这样打 那样打吗 就是大概 对啊 对啊 没有就是 当然我会 对 对其实就是这样 不是啊 因为我其实不会打鼓 所以我可能只会讲一个 大概我觉得 诶 这边可以怎么样 或是 可能这边是在 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这样 看可不可以怎么样一点 OK 然后他就打这样 因为我也不会打鼓 对啊 就是可能音色方面 我会去 去跟他 就是我先去搜集资料 然后跟他讨论 像平凡时间里 这时候就是用木箱鼓 然后那时候也是 我也没有木箱鼓 然后跟他讨论说 诶你觉得这样声音好不好 不然我就去买一颗 然后直接就是 为这首歌 去买了一颗 这样 对 所以那首歌会难录 也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打过 也是第一次尝试 对 那个打到都 手都整个瘀青 这样 超吓的 真的很操 真的很操 不简单 嗯 小歪是 比较 就是你算是 最后加入的团员 所以就你的观察呢 这几个家伙 的互动 是 那个权力关系 是怎么样的 就是 其实修哲他 居然直接 问题这个 问题 没有就其实在练团的时候 修哲就是 他都跟大家讲说 你们就是尽量发挥 就你们要弹什么 对 可是 像我的话 我就是 我好像意见比较多 是吗 就我常常修哲说 就我觉得我 我就是 我意见有点多 就是 我如果要编我的keyboard的话 然后就会跟他 就会讨论比较久 然后其他人的话 可能他们就比较天才型吧 他们好像都已经想好了 对 然后我就是会 就是会很 因为有时候我的想法 和修哲会 差有点多 跟他的demo会差很多 对 然后我就会 就会想问他说 可不可以尝试 我想要的 对啊 就可能有真实吗 有些哭泣啦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些哭泣的画面是有 哈哈哈哈 就我很爱哭 然后每次 就是他也会很坚持他的 然后我就也会很 因为我们两个同心做的 然后个性太强 我没有 然后我就会很坚持 我明明就没有坚持什么 没有 就说 我要这样我要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想这样 哦哦 对啊 可是那时候你哭 也不是因为这个啊 没有 哭就觉得时间太短了 你都没先跟我讲 我不喜欢这样啊 诶 怎么会看到 这就是权力斗争啊 哈哈哈哈 不过必须说 小歪的keyboard 在这张专辑里面 真的太重要了 嗯 谢谢 有好多 有好多keyboard的部分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真的吗 要在这边也要跟你 出声恭喜 哈哈 他鼓掌 太厉害了 小歪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谢谢爸妈 呵呵呵呵 专辑里面 有一首之前发表过的歌 是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 我打工的 咖啡厅 这首歌 在 这首歌长度将近六分钟啊 所以整个的那个铺排 从前面比较安静到后来 有点大爆炸这样 呃 这歌当初修哲写的时候是 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写出来的作品吗 对 嗯 就是你那时候在观察咖啡厅里面的客人 对啊就是上班不认真 偷偷记录一些 写一些东西 对 我们再温习一下 这首歌 它在前面跟后面的编曲 是一段一段的往上面对叠 然后它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听听这首歌 回头来继续跟 那我懂你意思了 聊聊 这一切最后都会过去 我知道从有一天都会结束 我知道我会不可避免的忘记 只希望我能永远不会失去 踏上半前回顺目 买杯不加糖的咖啡 强迫自己面对每天 工作的忙碌 它买了黑咖啡 坐下翻开考试的书 走着美食途 要了解感动的题目 他们努力地想着 应该要前行的方向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他们也许有解答 就像飞蛾在一眼中很吹光芒 就像猫虫在早能借钱的书 就像猫虫在垃圾堆中找虚物 就像它不能平时面对孤独 我知道这一切最后都会过去 我知道从有一天都会结束 我知道我会不可避免忘记 只希望我能永远不会失去 我把心意忘记脱在这首歌里 虽然它只有高频繁的旋律 如果能让你永远来到你的海上 它还有一些小小频繁的心情 不期待这一切最后都会过去 不期待到有一天都会结束 有请到一趟我们会有限制 我们会不可避免忘记 只希望我永远不会失去 我都会失去 我都会失去 我 失去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刚好越来越逼近这个乐团权力结构的真相 这张专题叫做原谅我不明白你的悲伤 这是我个人2012年听了这么这么多台湾的独立音乐作品之后 这是我个人会推荐给大家的年度之选 而且里面有很多歌 今天恐怕有很多的部分 我们恐怕来不及在节目里面完整的播 我觉得这张唱片也是 必须要能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才能够感受它要带你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包括中间有专辑开场有一些环境音 然后专辑最后还有隐藏鬼 然后专辑最后一首歌是一个 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慢慢去铺陈的一首歌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尝试 对啊这首歌到底当初是怎么录的 我们现在背景听到的这首 世界的尽头是一种停滞的游戏 天啊这首 这是我跟他同步 小歪跟修泽同步 对对对 我跟小歪 这首很难耶 就我们在录之前 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在练 就只有我们两个 然后我一直没办法做到他要的情绪 对因为后来才知道他这首歌是要就是写给就是离开的朋友 对去世的朋友 然后所以他的情绪拿捏很很就不能太哀伤或是也不能太明亮 就是他的他很无畏杂成 所以我在因为我的诅咒就是只有就是EP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call很简单 但我一定要做到才要的情绪 我就试了很多很多次 嗯嗯嗯对 后来是跟他一起在录音室 一样就把灯都关起来 然后把门上关起来 我记得印象有一次很深刻我跟他练啊 然后他就练到大哭 真的 他就哭 不是真的就有点爱哭 他就练到大哭 我就想我那这怎么了 我我我我我我我人你真切吗 怎么样对对不起这样 结果他就说因为太投入了怎样 哦 他我就真的吗 你是在你是不是不是敷衍我吧 这样 就是想就是我也想到一些我的事情 然后最后才有办法就是全世界 那次那次弹超好的 嗯那次弹超好的 可惜没录下来 可惜 在练习的时候 在练习 这首歌就长将近七分钟啊 而且专辑最后还有个隐藏鬼 修得自弹自唱的一个歌 那歌到底叫什么 诶 既然是隐藏鬼 就是就让他隐藏你 是吗 你知道吗 就是 哈哈哈 不要 好我们就让那个听众自己去买CD 就这样 对谢谢 但谢谢大家不好意思 那我懂你意思了 在过去一年唱了五十几场的演出啊 我想经历了这样的洗礼 而且正式的出版了这么一张工业规格拉得很高的唱片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有更清楚的作为 就是作为音乐人的自觉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就在这条路上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台湾的音乐环境当然我们都知道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我们我们不可能期待他什么事情都非常如意 但是也不能否认过去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场景 尤其是独立音乐场景 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 而且有很多事情慢慢在变好 你们一路上从最早这个大家完全守工业的状态之下 完全独立的在做 到后来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情形 现在会有美梦成真的感觉吗 还是那个状态是怎么样 你们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总算做了一张这样的专辑出来 然后评价也都很不错 眼看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一步一步往下走 你们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会有一些当年的梦想实现了 然后要继续往下走的感觉吗 还是其实之前没有抱持这样的想法 走一步算一步呢 我其实没有 我只是看大家啦 哦 你看大家啦 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看大家在觉得是什么 因为我其实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 不知道啊 可能我还是很焦虑吧 一直在焦虑 对啊 什么什么感觉啊 对啊 就是美梦成真 对啊 对啊就是 你有美梦成真的感觉 因为你还没有到小巨蛋是还没有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不是啊 你那时候找我组团的时候 不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在 在军中大喊吗 我们要去小巨蛋 你忘记咯 记几个答案 你忘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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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要录这个局了吗 我局会被骗 不是啦 只是就是我没有 被骗了 被骗了 等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权力的斗争 没有啦 反正我 因为我 没有啦 因为我是 对不对 我入这个局了啊 所以我一定是觉得是美梦成真正在进行中的啊 是是是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小巨蛋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到这样子 我觉得很很不错啊 很自主很爽啊 这样子齁 小巨蛋是下下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吧 接下来是FUJIROCK喽 哇 再来 再来就是 还 MEDISON SQUARE GARDEN怎么样 哇 哈哈 好啦 人生有梦 哈哈 啊 呃 我想 未来接下来这 这一两年 你们一定还有机会去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然后在 自然做完这张唱片 一定还有更多的想法可以步步往下去把它做出来 呃 修哲是一个多产的作者吗 你现在口袋里还有多少还没还没用到的歌 多产 对 自产 你有多少歌 啊 其实我我自己不会觉得我写歌很快 嗯嗯 很快 很快啊 可是他们觉得很快 对 所以 下 我觉得我好我很 焦虑于这些就是 不用焦虑 写不出来的 每个人都会焦虑啦 这就是一定的 然后 对啊 可是事情又 又会一直一直发生 嗯哼 我会觉得 啊 你这样 等一下 我会觉得 我不知道我好焦虑 焦虑什么 到底在焦虑什么 是怕 忽然有一瞬间你什么都做不出来吗 没有啦就是很 就是总觉得好像就是事情很多啦 就只是这样而已 事情很多是好事啊 这表示说很多人需要你们啊 啊 没有一个 因为本身又还有 因为 就可能还会需要去上班赚钱嘛 所以就是 压力很大 所以就是有时候 现在开始 诶要瞧这个工作 然后还有这边 然后 可能又会有 然后 我脑袋又会很自己很很自己 会在那边转一些 关于比如说 可以怎么做表演 可以怎么宣传 可以 可以 比如说这个设计 可以有什么idea 哦哦哦哦 对 然后 但是 但是常常 很多时候就是 计划的事情 跟 跟实际上想的事情 或是 跟实际上能实现的事情 又 又都是 不是 不是 不一定是同一回事 这样 对 好看到你这么焦虑 我想我们也都放心了 哈哈 你们放心吗 对啊 就不用去操心说 啊你们接下来做什么啊 你已经这么焦虑了 我们再等一等 一定会有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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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让我们继续期待 那我懂你意思了 啊 呃 接下来的演出 请大家记得上 他们的脸书粉丝团 好 然后在这个 没什么人买CD的时代 我必须要说 原谅我不明白你的悲伤 是一张值得拥有CD 并且从第一首 听到最后一首的 完整的作品啊 那么 我也要附和一下 张培仁先生的评价 这是一个 piece of art 哈哈哈哈 所以他 我相信再过 再过不管是五年 或十年回头听 我相信这张专辑 一定会有一些东西 留下来 让未来的听众 继续能够感动 并且他替 可能他替 21世纪 第一个十年的 台湾独立音乐圈 或者是 这个世代的 青年的思想状态啊 也留下了一个 蛮珍贵的记录啊 这个严重了 这个严重了 你也不是故意的 但这个事情 就莫名其妙的做到了 真的吗 是啊 作品出去 全市全就不在你手上 是这个意思 没错 对对对 好打勾一百分 哈哈 今天谢谢 那我等你意思了 来我们的音乐五四三现场 希望很快有机会 再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 见到你们并且在听到你们的新作品 谢谢你 耶 谢谢 耶 我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五四三 我是马师芳 我们下个星期的晚上十点再见咯 拜拜 目想要就让我别想起明天 跑了葬 洗了衬衫 任性是被发为填满 窗边书 翻了一眼 走不进我的脑袋 我觉得我已经就老 回想那谁还没来 怎么会 怎么会 直到有流下的泪 在这被回忆淹没的夜 爱时候后悔